大家好,我是老徐 今天给杜宾小九把这个第二棒换一下 两三天了 最近老友粉丝咨询还有杜宾把耳搞出现一些问题 今天细致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把其中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给大家说一下 仔细一点 要不然我看到一些狗话耳门烂了 挺心疼的 其实挺简单的 两根吸管 这个吸管曾经有粉丝问过我到底用多粗 今天看了一下 这个跟我们用千字笔的酥汐差不多 是不是有了 没有的吗 喝奶茶这个可以洗珍珠泥的这个 奶茶就是喝奶茶的吗 对 能洗出珍珠椰果这个大小的 反正比我的手指都细成了 我的手指就有点粗 大概有多粗 我看他也就一公分大部分 直接用一公分 没有 拿入一匙 嗯 很便宜啊 直径有1.2 然后呢整个两根 散热油胶带啊 一定要用透气的那种散热油胶带啊 一定要用透气的那种散热油胶带啊 要不然的话 现在天气非常热 嗯 很容易就烂了那边的啊 然后 嗯 纸钞或者是手指或者是 卫生纸啊 还有这个 叫什么 棉花 棉花 脱纸棉 其中的棉花就可以 不容易用棉花就可以了 然后取两个小球 放在这啊 放在这个里头的原因啊 是 因为这个东西特别薄特别丰力 如果直接插在那个耳朵里面的话 会容易把耳朵摸伤 这个的作用主要就是减少它的那个功力度 然后呢 这个啊 三木胶带 是这种 像纸一样的三木胶带啊 看清楚像纸一样 透气性特别好的 先把这个 棉花固定一点 一圈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这个胶带 顺着这个管 粘一下啊 下段 只粘一半 然后翻过来 翻过来啊 你会让你看翻过来是什么用的 卷这个纸啊 翻过来之后呢 粘在这个纸上 作用呢就是固定这个纸和吸管之间 不滑动啊 然后呢 继续用这个招待 顺着这个纸的这个卷的这个方向 缠一圈 不能缠层数太多啊 因为他这个 呃 呃层数多了之后呢 他就变粗了 这个吸管啊 还有捲这个纸的都是根据 呃 你要给他立点那个狗的那个耳道的粗细度来决定的 然后缠 一圈多之后呢 把这个胶带扭一圈啊 反过来 让他有胶的这一面呢 朝外 继续缠 啊 一圈赶一圈的这个缠 缠到差不多长度之后呢 就可以撕掉了啊 这个尖的就变成这样了 他既可以透气 也也不容易伤到那个狗的那个耳朵 因为狗的耳朵特别脆脆弱啊 如果是不够软的情况下 很容易把他的耳朵划伤 这样啊 这边交代朝外的原因呢 是他的耳朵贴上去之后呢 很容易固定 因为有粘性了 要容易固定 另外一根呢 操作方法是一样的啊 因为这个小酒呢 比较小 然后呢 只用了这个一张这个纸啊 你这手法行了吗 很熟练吗 嗯 清澈熟 得亏一桶 哼 好吧 这两根啊 利尔棒就制作完成了 嗯 这个东西啊 尽量自己制作 为什么啊 因为网上去买的那个 软的那种泡沫的利尔棒啊 粗细程度很难把握 而且呢 硬度有点太软了 很容易弯 这个呢 呃 用这个吸管做的好处的是 它硬不用啊 还不是特别的硬 还不容易弯 因为它是中空的嘛 中空的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透气 知道吧 里面是空的嘛 透气 它耳朵里面不容易特别的那个草 嗯 好了 主角商场 现在我们就准备好了啊 给它们一个草 小酒的 给它拆拆拆 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那个方法 来 来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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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性 它现在已经好了 不是刚才使的时候的 不动 小姑娘真足啊 好 他这个季节爱好 比一同的时候好 嗯 快快快快 重点来着 我求这个棉是重点 对 马上就好了 重点就是这个酒精棉啊 它有几个好处呢 就是一是 杀菌啊 杀菌 就是因为你老总绑总绑 它里面会自生一些细菌 第二个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刺激它的血管啊 血液循环 它的耳朵不容易立 还有这一手啊 对 实在点我可不告诉他 别动 就这么擦啊 先生擦 然后啊 呃 这不是拆完了吗 正常来讲呢 要再绑上链是吧 那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等一会 等什么时间呢 就是等它这个酒精棉干了 你耳道里面变得干燥了以后 再绑 不要着急去绑啊 好 来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你的耳朵力的从不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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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判断了 绑侧抬换 把用毛刚捡了 任何刷备 griigger 插到这个耳道里面插到底 然后把这个垂直贴在这儿耳尖和这个罐是垂直的啊 然后一样这个是反方向缠的嘛 和另外一只就是反方向的 然后也是从根底下开始 有这个指啊 注意这个指啊 你如果把这个指这样压过来的话 它这个地方很容易抹到啊 然后压过去 然后捏紧 看看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啊 然后把这个 剪掉就可以了 刚开始那个纸杯坏下来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之前还应该加一档就知道了 汤硕的地方啊 然后后期两三天之后我就没加 发现不加这个东西也可以啊 只要你绑耳的这个角度正确的话 它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东西啊 最多这个夏天啊 最多那种两三天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两三天之后一定要拆开 要不然转蛋啊 肯定会烂 尤其是在这个狗有伤口的时候 那保耳的教程呢 就这点了 其实就是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它那个耳朵里面不要太大 然后那个伤口没有好的地方 不要包着啊 包着容易捂的 捂烂了 然后呢注意角度 注意酒精啊 仔细一点 顾理这个耳朵还是很简单的 但是呢 那个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没弄云的啊 我觉得就是 第一呢就是 你买狗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卖家 不怎么负责任 然后呢就直接告诉你 拿你回家自己把你把 往上有很多教程啊 其实教程是很多 但是说的比较细的 有很少 就少忙了 知道知道知道 那这个事情呢 估计啊 有点经验的人都能看懂 如果这再看不懂 那就没办法 这就是现在天气热了啊 注意 更快的起一点 频率高一点啊 多浪费点材料没关系 也没几个钱啊 我们这些东西都很便宜 千万不要让狗的耳朵出现这个 呃叫什么 溃烂 溃烂的这个状态啊 我最近有几个粉丝那个溃烂的状态 特别严重 如果稍微严重一点的情况下 耳朵的别说立起来的啊 耳朵都保不住了 好了 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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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吧